这对石像生啊 和他们两口子这个神道碑 都在这博物馆门口放着呢 那说他爷们谁 他爷们啊 尔康啊 这何说何家公主啊 就是紫薇 你好我是昆仑刘石 欢迎您来到书馆啊 听我给您讲故事 咱们差不多得有十天没更新了吧 我呀挨着跟您说说为什么 我们家的小朋友啊 哎把自己摔伤了 正是淘气的年纪 这不吗 在医院呢一住就是十天 我呢就在医院啊 陪护了十天 还好啊 这医生说这个命大 万幸 哎咱们受伤并不是很严重 在家呀调养就行了 这不回家来 我也能正常的给您更新 讲故事了吗 咱们书接上文 这段书呢 主要就是想交代清楚了 乾隆皇帝的御灵 以及这个御灵飞原前 里边所奉安的这些后妃 他们呀 的埋葬顺序 以及这个藏位都是什么 首先呢 就是这个祭侯纳拉氏 她呀作为皇后 为什么会被奉安到了 淳慧皇贵妃的地宫当中 这个咱们在讲这个 祭侯纳拉氏那份的时候啊 已经交代的差不多了 还有一点呢 就更为离奇了 明明这乾隆皇帝的御灵地宫当中啊 她还有一个藏位 为什么给这淳慧皇贵妃 在这御灵的飞原寝当中 又新建了一座地宫吗 并且要让我看呢 明显可以感觉到 这乾隆皇帝呀 在这件事情上啊 她亏了心了 那么是什么原因 让这乾隆皇帝觉得自己 对不起 这位淳慧皇贵妃 才给她建了这么样一座豪华的原寝呢 淳慧皇贵妃呀 苏家士 娘家姓孙 哎 至于她的身世问题啊 咱们一会儿啊 还会展开聊 这会儿呢 咱们先说说呀 她这座豪华的原寝呢 到底有何数 她与众不同 乾隆皇帝的御灵非原寝 她位于这个御灵的西侧 哎 坐北朝南 东西两侧呀 还有这个沙山环绕 地势平坦 您要是广从外表上看呢 和其他的非原寝 还真没有什么区别 关键是啊 您得进去 您进了这门里一看呢 那可就不一样了 这座非原寝呢 建于乾隆十二年 是一座高标准 高规格的非原寝 首先说啊 它有马槽沟 一孔的拱桥 还有东西厢房和东西植房 不但有响电呀 而且中间大包顶 方承名楼是样样齐全 这中间的方承名楼 是给谁建的 就是给这位纯慧黄贵妃建的 跟后边那些妃子坟啊 没关系 接下来呀 咱就得聊聊这纯慧黄贵妃的身世 这娘娘啊 娘的姓苏 正经八板的汉人 苏州人 哎 她可不是奇人 有人说呀 这个你算呀 是自个儿骂了自个儿的 强一阵子呀 咱们讲这个八旗质子的时候 你不是总说吗 这皇上的媳妇啊 都是奇人 她里边啊 不分汉人 蒙古人 即便是汉人 蒙古人 哎 他们呀 也都在奇 属于是这个 八旗汉军和八旗蒙古 那怎么到了苏娘娘这儿 她就是汉人 她不是奇人了呢 哎 要说呀 您这话说的她没错 您看啊 这皇上是谁呀 八旗都是他们家的 她要是但分看上哪个民人女子 先弄进宫里来 然后呢 再把这个民人 她抬旗了之后 她不就是奇人了吗 所以说呀 这皇上的女人啊 她都是奇人 即便是有的不是奇人的 最后 成了皇上女人以后啊 也会把你变成奇人的 抬旗吗 要说这苏氏啊 能到这乾隆皇帝身边 哎 这里边啊 还有点意思 咱们呀 还能聊几句 按理说啊 这八旗义里 民人和奇人啊 是不能通婚的 这里边呢 当然就包括呀 上至王公贵胄 下刀贩夫走足 哎 你这皇上啊 你也是奇人 你必然也得遵守 这条法律 那惹定的吗 因为呀 这条法律是老祖 黄太吉留下的 可说起来呢 那古今一里呀 很多法律 法规呀 他都是给 大一巴老百姓定的 这特权阶级 他可不关这毛病 所以说呀 您琢磨去吧 这苏氏啊 怎么着 也不应该成为 这乾隆皇帝的妃子 为什么呢 因为这苏氏的爸爸 苏赵南呢 他既不是朝廷的官员 也不是旗下属人 哎 对 他也不是汉君旗 可说呢 你这苏赵南的姑娘啊 长得要是又狗鬼又丢丢 那这皇上啊 要把你纳进宫里当个妃子 也还说得过去 可是呢 这乾隆皇帝啊 和这苏氏认识的时候啊 那会儿可还不是皇上呢 不但不是皇上 连宝亲王都不是 只不过呀 就是这雍正皇帝的黄四子而已 咱们呀还得提起那句老话 雍正五年 那年呢 按公历说呀 应该是1727年 那年呀 这皇四子弘历呀 大婚 在这之前呢 在他的府里呀 哎 说是府里 前邸呀 他也是在皇宫当中 给这皇四子弘历 侍寝的格格呀 已然有八九位了 我们推测呀 其中就有这位苏氏 您记住了啊 这会儿还是苏氏 还不能称之为苏家氏 那什么时候 这苏氏才成了苏家氏呢 乾隆四年 1739年的时候 这会儿啊 这纯会皇贵妃的位分啊 已经升到了妃位了 已然是纯妃了 这纯妃娘娘的哥哥 苏明凤和苏家凤 还有啊 他的侄儿孙 叫苏松明 被抬入了整白旗 关于这个苏的抬旗这件事情啊 当年啊 一直困扰着我 因为这苏氏啊 还有一位兄长 叫苏其凤 在这次抬旗当中啊 苏其凤并没被抬入其中 这件事情啊 困扰了我很久 后来呀 有一位高人一句话 就把我点醒了 他说呀 可能啊 在抬旗那会儿的苏其凤 已然过世了 那还抬个屁呀 我一琢磨呀 那是着实的有理呀 看来呀 有的时候你要绕住了 走到牛角尖的时候啊 那有人点你一句话 可能就把你这难题解决了 那说了半天 咱们要说明一点是什么呢 哎 这就是啊 你看啊 皇上家可以啊 拿汉人女子为妃 然后呢 再把他们的家族抬旗 这样呢 这个汉人女子自然就成了旗人女子了 老百姓则不然呀 因为你呀 他不掌握其物 虽然啊 在这个清代中后期的时候啊 对这个齐民通婚制度 有所松动 也是呢 只能是男子 娶这个民人女子 还得呀 先通报该管左领 一级一级上报 批准之后 将女子抬旗以后 才能完婚 先不说呀 这种承报制度 成功率是多少 但是这时间呀 你就等不起 所以说呀 一直到这个大清国 亡了国 明国来了 这会儿啊 也没有齐人了 这满汉啊 自然就可以通婚了 所以说呀 一直到了乾隆四年 这会儿的苏氏啊 就可以称之为苏家氏了 抬了急 成了齐人了吗 实际上啊 在乾隆二年的时候 乾隆二年 那年是啊 1737年 5月11日的时候 这个苏氏啊 已然在后宫的位分 被进封到了纯妃了 那么一个无有根基 大尾巴老百姓 苏赵男的女儿 为什么能这么快的 进封到妃位呢 哎 原因只有一个 人家这苏家氏娘娘啊 她能生 话说呀 还是雍正年的时候 在雍正十三年的 5月25日 这格格苏氏啊 就给这宝亲王 生下了第三子永章 所以说这苏氏啊 一就仗着呀 是乾底旧人 这乾隆皇帝 对乾底旧人 是非常好的 这二一来呢 又给这宝亲王弘历 早早的淡下了子嗣 和乾底来的 其他的格格 待遇自然就不同 这乾隆皇帝 刚一登基 苏氏直接 被禁封为了品位 接下来呀 更是捷报平传 乾隆八年 12月14日 又给这乾隆皇帝 生下了第六子 也就是后来的 庄亲王永荣 那乾隆初期呀 这乾隆皇帝的子嗣 并不忘 这淡妃呢 又给乾隆皇帝 生下了一名皇子啊 所以说这乾隆皇帝的心里呢 是自然是痛快的 于是啊 把这淡妃 又禁封为了淡贵妃 说起来呀 那真是喜上加喜 就在当年的12月份 这淡贵妃呀 她又生了 这回生的 是个姑娘 皇嗣女 何硕 何家公主 这何硕 何家公主的专辑啊 咱们做过 哎 因为我偶然啊 发现了一对啊 这石像生 就是这何硕 何家公主 坟上的 您要是想去看啊 这地儿 我可以指给您 在哪啊 就在这个北京高碑店 那有一个匾额博物馆 这对石像生啊 和他们两口子 这个神道碑 都在这博物馆 门口放着呢 那说她爷们谁 她爷们啊 尔康啊 这何硕 何家公主啊 就是紫薇 当然了 这故事啊 都是穷雅阿姨编的 不过呀 这何家公主 确实下嫁给了复查氏 她公公啊 就是大名鼎鼎的 复查复衡 她这个爷们 当然不是尔康了 就是复查 扶龙安 您哪 不用总听啊 这乾隆皇帝 什么偏爱啊 这个嫡出的皇长女 要不去呢 就是偏疼啊 这老姑娘 就是后来这个和珅的儿媳妇 实际上不然 这乾隆皇帝 对每个女儿都好着呢 咱们就说这何家公主 这何家公主啊 一落草啊 手有残疾 怎么呢 因为在这宫里传言 都管这个何家公主啊 叫佛守公主 据说呀 这公主的一只手啊 手掌生脯 可是据我猜测呀 她既然叫佛守公主嘛 可能是这姑娘的手啊 她身不直 掰不开镊子 所以呀 才得了这么一个外号 哎 不过这乾隆皇帝呀 对这位公主 是相当疼爱的 您就瞧啊 给这公主找的婆家吧 有人说呀 大清朝外戚同伴朝 那说的呀 是同家 可是啊 不然啊 到了乾隆朝 就得看这复查室了 这复查室一家呀 可以说是一门英烈 在这乾隆一朝啊 不管是前期 还是中后期 要讲究功绩 是再也大不过复查家了 从这个复衡 到后来的福康安 福龙安 福长安 身上全有战功 所以说呢 能把这何家公主 嫁给福龙安 那是对这个复查家 无上的荣光 也是对何家公主的偏爱 还有一点呢 其他公主还比不上 您听说过 这皇上老爷子嫁闺女 赔钱赔地赔爵位 金银珠宝啊 那是用车拉 可是您知道 这何家公主 有一件 赔价是什么吗 哎 一万两银子 有人说泄气吧 你 一万两银子 对皇上老爷子算什么呀 可是皇上说了 这一万两银子 专款专用 是给这个何家公主 开一座档铺 让这个档铺盈利啊 全归 她这闺女和女婿 要说啊 这一万两银子 不算什么 可是您想去吧 这档铺靠什么盈利啊 靠好名声 靠后窗啊 那后窗一厉害 那档东西的人 自然就知道 自己档的东西 有保证 档票上呢 能多给鞋几两 谁的买卖 皇上家开的买卖 您想这档铺的生意 它能赐得了吗 所以说呀 这赔价 哪是一万两银子呀 这就是给这两口子 公主跟俄妇 一张啊 长期的饭票 或者说呀 是一台 无限提款的 桂圆机 今儿啊 咱们聊了聊 这纯惠皇贵妃的家事 还有这个 纯惠皇贵妃 这位姑娘 就是琼瑶阿姨 笔下的这紫薇 这匹极了呀 她太来 太急了呢 她匹该来了 要说呀 这纯惠皇贵妃 这一辈子 她也有糟心的事 明儿啊 咱就聊聊 让这纯惠皇贵妃呀 糟心了一辈子的 她那个黄三子 永章 得嘞 我是豪谢日子呀 没给您更新故事的 昆仑流石 您要是觉得 我这频道 还有那点意思 您就关注 点赞 并转发 还是那句话 您的支持啊 是我能持续更新 给您讲故事的唯一动力 咱们呀 明儿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